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YES哥,有问题就找YES哥 欢迎大家来到YESTV,在这里呢,我将跟大家一起探讨移民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会探讨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武汉市民他们一起做的两件事情 一次呢,是在一起唱国歌,一次呢,是一起为李文亮的去世,呐喊送别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个疫情报告 截止到2月10日,北京时间,早上7点20分的时候 确诊人数是2000多,这是官方统计的数据 确实按照官方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这个确诊人数数目在下降 这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是一件好事吧 希望他们是事实求是咯 然后呢,那个死亡人数89人 啊,这个这一次他们现在不敢再 那个 按照2.1%去乘了啊 现在已经不是2.1%了啊 2600多人如果按2.1%的话 死亡人数应该是50几个人 但是他死亡人数现在是变成89啊 当然他肯定这个有造假 嗯,我们也只能是希望 真的是有更多的人治愈 是吧,这个应该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然后呢,现在新冠肺炎 它现在有一个标准的名词啊 2020年的2月8日下午 上海官方正式确认这个病毒啊 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 实际上也就是空气传播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重视起来 你看这个 嗯 第一个呢,就是空气中的病毒啊 在户外啊,如果你吸入空气中病毒 很有可能啊 但是在没人的情况下呢 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普通的用口罩也打不住气溶胶啊 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说是 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呢 为什么在专业防护情况下 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员感染 这个数字非常恐怖啊 以前好像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对吧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 三分之二的武汉的一线的 医护人员感染了 所以大家真的需要小心哦 嗯,这也是解释了武汉 为什么现在医疗自然这么紧缺 人手紧缺啊 因为他自己感染了 对吧 这个导致就是能够 救治他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这个实际上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 然后N95呢 嗯,一定要这个检测 有没有漏气 然后最后要预防这个传染病啊 就是这种空气传播的 真的是最后还是要靠疫苗啊 如果说要等待这个疫苗的话 这个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按照这个美国这个医学的这样的研究 可能至少也要好几个月啊 才有可能会有所进展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 好,回到我们这个 啊 这个视频的提头啊 我当时写的是这个 昨天的武汉市民在集体唱国歌啊 可能有不少朋友忘记了这件事儿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简短的视频 来回忆一下武汉的市民是怎么集体唱国歌的啊 我把手机打开 准备唱国了 加油 加油 武汉市民啊 集体唱国歌啊 看起来武汉市民看起来像老残一样啊 但是呢今天的武汉市民在集体呐喊送别李文亮医生 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李文亮医生刚刚去世的时候 很多人也说李文亮其实他不是一个英雄 他就是我们每个普通的人自己 对吧 他也有害怕 他也有恐惧 但是呢 他还是传播了真相 结果呢 他自己先死了 他是为我们报心的人 但是呢 我们却让他冻死在街头了 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那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武汉的市民是怎么样集体呐喊送别李文亮医生的吧 好 大家看完了这两段视频啊 我觉得这个前后的差别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哦 这个这个前面呃是老残 但是呢后面又体现在武汉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觉悟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在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啊 对不对 我每个人在认识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都会走这样的一个路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以前也是一个自干五类似的这样的对吧 哦 以前也是关注哦 这个呃 这个经济增长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呢从来也不会去关注说哦 这个 这个 所有的数字啊 后面代表的是人有多少人被牺牲掉了 有多少人的利益被牺牲掉了 对吧 我们从来不去追究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等到你了解更多的信息 等到你领悟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生命无价 你可能才会去深刻的去领悟 为什么 我们要去反对这样的一个政府 这样的一个组织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相信武汉市民他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环境当中 他们应该是有所醒悟的 呃 哪怕不是说所有的武汉市民醒悟 但是我们从前面的这两个视频上 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武汉市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对吧 刚开始封城的时候 大家可能很有信心 哦 觉得呃 政府还能够控制住 对吧 然后呢 大家一起呃 唱歌打气 对吧 唱国歌 呃 但是很快有专家就否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虽然说打气是打气咯 但是呢 这个会导致这个病毒传播更厉害 飞沫嘛 但是呢 这一次李文亮医生出事之后呢 大家还是呐喊了 对吧 但是这一次呢 专家也不也不敢出来说 哦 你这个呃 导致这个飞沫传 传播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得到 实际上这个市民的这种醒悟 他们是非常迅速的 尤其是在极端环境下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其实也要有这样的领悟 哪怕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 你真的需要思考一下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像方斌等人他们也在呐喊 在反抗暴政 对吧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简直是没有办法去继续下去了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真的需要反省 就像武汉市民那样 对吧 他们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 从行为上表现出来的 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 对所有的城市来说 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武汉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 那么它应该是可以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 从武昌奇异开始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说人民正在醒来 因为这一次非 不是非典疫情 是武汉肺炎疫情 它现在定名为NCP 我也希望更多的城市的人民能够醒过来吧 这样的话 这个组织可能会更快的倒掉 人民可以更快的生活在 在自由幸福当中 这个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希望我们更多的一起去为 李文亮医生 呐喊送别 当然我们也希望 像李文亮医生这样的人 不要再牺牲了 我们真的经不起更多的牺牲 总而言之 第一个呢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第二个 让我们一起去 接受这么痛的领悟吧 也许我们只有在极端环境下 才能够 真正的去领悟 才能够看清楚这个组织的邪恶吧 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